东珠是一位武力直超群的警察 身高近两米 一天在抓捕犯人时 一个女人误闯进来 却救了他一命 女人离开后 却把自己的背包掉落在船舱 东珠好奇地打开里面有一个素描本 只是急眼就吓坏了 东珠因为其中有一页 画得正是刚刚撕掉的嫌犯 连细节都是一模一样 回到警局后他还在看 在翻到最后一页时 他感觉那个人很眼熟 来不及细想 检察官智秀也是他的未婚妻 找来他想让东珠做文职人员 但冲锋在一线时 东珠的梦想 他不可能放弃 之后智秀展示了自己的戒指 是他定制的情侣戒 上面还有他们两人名字的缩写 但东珠却突然想到 素描本最后一页死掉的人 也戴着这种戒指 智秀又说这是独一无二的戒指 东珠瞬间浑身冰冷 他搜索着画册没一页的线索 竟都是最近发生的命案 并且每一次都有那个女人出现 并且他还阻止过一些事件的发生 之后东珠找到他 他直接质问他 画册最后一页是自己的未婚妻 并且手上的戒指 他昨天才拿到 你怎么知道 女人一脸严肃 之后带他来到一个地方 东珠惊讶地发现 这里的人都是警察 却只有三个人 为首地适令所有罪犯 文风丧胆的文科长 接着是蝉联三年黑客大赛冠军的小巫 而这个团队的核心则是 这个能在画册上预知未来的柳氏贤 但现在的东珠一心只想弄清楚 为何自己的未婚妻会出现在画册之上 这时的事 显解释到那些素描都是 在案发的前一天或者前三天画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的未婚妻会有生命危险 这样的说法显然东珠是不幸的 但他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津津有味地看着眼前的三人 分析画册上的线索 首先出现的是一个验孕棒 上面的两条杠说明当事者已经怀孕 接着是一团乌漆麻黑的东西 众人并没有认出那是什么 然后画册上出现了一个死者 旁边的地上还有一个时钟 而时钟停止的时间是6点50分 也就是说下一次出现命案的时间 很有可能就是5个小时之后 时间紧迫 文科长邀请东珠加入他们 这样也许可以阻止悲剧的发生 但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情 东珠显然没有兴趣 但他在临走时还是说了一声 第二张图上的黑影 是一种针对性犯罪者的电子脚铐 虽然他并不相信几人说的话 但离开后的他 还是第一时间找到未婚妻 用自己转职做文员的条件 让身为工作狂的智秀休假三天 然后东珠就成了一个黏人的小暖男 就连续倒个垃圾的空隙 也得找理由让智秀摘下戒指 就这样他们平安地度过了一天 第二天一早 诗贤就找到了东珠 讲述了画册中 抱着智秀的证实东珠自己 也就是说智秀死亡的时候 东珠是在现场的 而现在想要改变这种结果 只能让东珠暂时离开智秀 看着眼前的画册 东珠又该如何选择 这是一本能预知未来的画册 东珠却在上面看到了女友遇害的画面 为了阻止悲剧的发生 他决定跟随画册的主任施贤去抓捕罪犯 临走石东珠叫来警队的老妖 让他保护好自己的未婚妻 随后跟随施贤离开 而之前施贤和小吴通过画册的线索 也已经确定了受害者的身份 所以两人就直接找到了受害者家里 刚进门 两人就被桌上的始终所吸引 那正是和画册上的一模一样 但两人又不能说明来意 只能旁敲侧击地询问女 最近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 这个问题问的女人一连忙 但他不知道的是 最近已经有人拍下了他的一举一动 途中上完洗手间的尸体 无意间看到了一个验韵棒 而这也和画册上的内容完全吻合 出去后他对女人说着祝福的话 但就是这样的话 让前一秒还温润如水的女人 下一秒就崩溃地尖叫起来 原来孩子并不是他老公的 这让事情瞬间头皮发麻 他急忙给在外蹲点的冬柱打去电话 见面后直言 这个女孩并不是这次的受害者 原来一个月前 女孩已经被那个罪犯得逞 而他之所以出现在画册之上 只因为他是通往下一个受害者的连接点 而另一边的罪犯 已经在欣赏着这次的猎物 留给冬珠两人的时间 只有不到一个小时 更让两人崩溃的是 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线索了 因为画册上给出的线索 都出现在了这个女孩的家里 他们又该上哪里寻找受害者 此时另一边的冬珠未婚妻 却在接了一通电话后 背着老妖独自驾车离开 女孩被人侵犯 凶手却逍遥法外 并且还在侧 划下一场案件 而这一切都被一本神秘的画册记录了下来 而作为警察的冬珠 竟然在画册上看到了自己的未婚妻 为了阻止悲剧的发生 他和画册的主人视嫌 找到这名被侵犯的女孩 从他嘴里得知 嫌犯一共有两个人 当初他在被侵犯的过程中 咬破了嫌疑人的耳朵 而通过这条线索 顶级黑客小吴 很快锁定了案发当天 前去附近医院包扎伤口的嫌疑人 那是一名汽车修理工 随即两人急忙赶到修理厂 但却发现这人的耳朵并没有受伤 随后通过了解得知 那是另一个修理厂的朋友 因为没钱 采用了他的卡 付医药费 当冬珠得知那名嫌疑人的名字后 他的脸色猛然一瞥 随后再前往那个修理厂的途中 冬珠讲述了 他对那名嫌疑人的了解 因为当初就是自己把那个人 送进了监狱 当两人赶到修理厂 那名嫌疑人在看到冬珠后 果断挟持了一名来这里修车的女人 而下车后的冬珠 却看到了一辆熟悉的车子 那正是自己未婚妻 智秀 一扭头 正看到嫌犯挟持着智秀往小路跑去 两人急忙追了过去 冬珠拿出配枪指向了嫌疑人 让他赶紧放了自己的未婚妻 当得知手里的人质 正是冬珠的未婚妻后 嫌疑人威胁冬珠放下手里的配枪 并趁机打晕智秀 把他推向了旁边的水池 自己则趁乱逃离了这里 冬珠想起画册上未婚妻死去的画面 他毫不犹豫地跳入了水池 把不断下沉的未婚妻救了上来 通过不断的心肺 复苏把在死亡线徘徊的未婚妻拉了回来 而施贤则在追捕那名罪犯时 被罪犯打中脑袋晕了过去 这也导致那名罪犯逃离这里 并为接下来的隐患埋下了种子 当施贤在医院里醒来 看着墙上的石钟 他猛然想起白天看到的智秀 和自己画册中出现的智秀 两人穿的衣服并不是一样的 这也就说明智秀的死亡危机还没有解除 而此时完全不知情的冬珠 正准备带领智秀去外面吃大餐 庆祝智秀的死里逃生 可刚走进停车场 作为警察的冬珠就感觉到了不对 可他环视了一圈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而这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正准备接电话的他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轮胎摩擦地面的刺耳响声 等他回过头查看情况 汽车已经近在咫尺 反应过来的冬珠奋力推开未婚妻 自己则被车子撞飞了出去 紧接着那名罪犯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并没有对冬珠痛下杀手 而是把他靠在了一处角落 但同时他也把智秀带到一处无人的厂房 因为他要让冬珠一辈子活在痛苦之中 冰王是冰中的王者 据说数量比只将军还要少 但就是这样的人 今天却迎来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作为冰王的道阵休假回家 却看到家门口围满了警察 他推开人群想要进去却被阻拦在外 原来就在白天一名四眼男进入了他家 想要对他的妻子图谋不轨 但作为冰嫂的女人自然是奋起反击 这也同样激起了四眼男的怒火 他用锤子残忍地杀害了女人 而这一幕已经早早地出现在一本素描册上 随后他在逃走时 被正好路过的巡警栏下 因为他一身的血实在是太扎眼 当到正走进家里看着妻子所写的日记 他有一个验孕棒 他才知道昨天妻子打电话所说的惊喜 原来是他怀孕 这一刻的他再也绷不住 一米八几的大汉瘫坐在地上 食生痛哭了起来 第二天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手刃凶手 随后他趁机混入警局 却被一名神秘男人拦住了去路 男人告诉他 你现在根本做不到 在数十个警察的看守下 杀掉那个凶手 随后神秘人带领道阵来到大街上 看着从对面车上下来的男人 让到阵上去干掉他 面对道阵的不解 神秘人解释到一个小时后 那个人会酒驾 并且会夺走两个无辜之人的性命 道阵问男人怎么知道 这让道阵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 他扭头就准备离开 这时的神秘人告诉他 如果不信 你可以在这里等一个小时 看看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就这样道阵怀着半心半疑的心情 在这里等了起来 突然一个皮修滚到了他的脚下 原来是一个小女孩踢过来 道阵捡起皮修还给了女孩 玫瑰一会那个男人出来 但喝得酩酊大醉的他找了代价 这让道阵确定自己碰到了骗子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车中已经出现了问题 醉酒男对着代价哭吐芬芳 代价一气之下离开了驾驶室 而醉酒男 自拖着笨重的身体 坐到了驾驶室 此时正离开的道阵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的喇叭声 他回头正好看到 那个醉酒男驾车离开的画面 想起神秘人的话 道阵奋起狂追 试图阻止接下来要发生的悲剧 但他还是晚了一步 被撞的两个人 正是刚才有过一面 试园的女孩和他妈妈 道阵惊恐地回过头 正好看到神秘人在他身后 随后两人来到房顶 神秘人又放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原来道阵的妻子被害是有人指使 他告诉道阵那个人的位置 当道阵赶到那里 正好看到 那名凶手准备对一个女人图谋不轨 而他的出现让凶手也犹如惊弓之鸟 拿出手枪对准了道阵 但他面对的可是一个兵王 拿到枪的道阵并没有废话 一枪打穿了凶手的肺 他要让凶手在恐惧中等待死亡 而这个被救的女人 正是东珠的未婚妻 此时的他劝说到阵前去自首 但被道阵拒绝了 另一边的东珠在事前的帮助下 很快也定位到了凶手的车辆 当两人赶到这里 映入眼帘的是已经死去的凶手 东珠往前走了几步 一扭头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未婚妻 他颤巍巍地走过去 才发现妻子已经死亡 抱着死去的未婚妻 东珠失声痛哭了起来 而这一幕也正好对应了 画册的最后一页 这是一本可以预知未来的画册 目前画册中所有的案件 都在现实中得到了证实 而眼前抱着未婚妻痛哭的东珠 早两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 虽然他拼命地阻止过 但最终还是阴阳 两个就在几分钟前 道阵杀掉了绑架智秀的凶手 但来这里之前 那个可以看到未来的神秘人告诉他 如果想要给你的妻子报仇 那必须让我看到你的诚意 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掉一个无辜之人 而人选就是被绑架的智秀 所以道阵毫不犹豫地 对智秀下了杀手 当东珠赶到这里 就只有智秀冰冷的尸体 而因为雨下得太大 现场所有的痕迹几乎都消失了 最后警方给出的结论就是 智秀开枪打中了绑匪 而绑匪在临死前又勒死了智秀 这样的说法 我估计屏幕前的你也笑了吧 而士贤在查看了现场的照片后 他发现了一场 绑匪的上衣网上提了不少 说明有人在现场没动过尸体 显出了西世纪 很有可能是他临死前挣扎 指甲里有了凶手的地霉 所以凶手才用西世纪毁掉了证据 更奇怪的是 绑匪的身上并没指甲抓伤的痕迹 所以说现场很有可能有第三者 如果这个理论得到证实 那么凶手的胳膊上肯定有抓痕 士贤想要把这个结论告诉东珠 但他刚站起身一阵眩晕感传来 原来这是他一能来临的前兆 随即他就好像失去了对大脑的控制 双目空洞在画册上不停地画了起来 当最后小五把是贤所画的内容全部打印出来 最后的一张画吸引了众人 那是东珠持枪杀死了一个人 而死者的胳膊上明显有抓痕 也就是说东珠找到了凶手 并替未婚妻报了仇 而此时另一边的东珠 果真找到了道正 但他并不知道 眼前的人就是自己的杀妻仇人 他只是通过智秀的手机 查到之前两人有过联系 想要询问一些情况 但道正三言两语就打发走了东珠 不死心地他领走前 把自己的名片留给了道正 让他想起什么就给自己打电话 东珠前脚刚走到阵 就把那个名片烧毁 而最后画成的灰烬 正好对应了诗贤刚画出的第三张图 离开后的东珠 在便利店莫名其妙地被两名警察带 在警局门口 东珠看到了文科长 面对东珠的质问 文科长并没有给出答案 只是说你在里面待三天就好了 这句话让东珠想起事前画册的期限 不正好是三天吗 聪明如你的东珠马上联想到 肯定是画册的内容 跟未婚妻的死有关 接下来他又该怎么做 男人的未婚妻被人杀害 警方却认定凶手是死去的绑匪 东珠作为十年老刑警 一眼就看出了案件的不对 可还没等他深入调查 他就被上司派人抓了起来 而通过和上司的对话 东珠断定他们已经掌握了凶手的资料 随后他打翻了两名警卫 趁机逃离了警局 得知消息的上司 急忙给事贤打去电话 让他通过素描上的线索 赶紧找到东珠 挂了电话的是嫌疑抬头 看到正前方的一个广告屏幕 这让他想起来 自己素描出的第二张图 东珠就在广告牌对面的楼上 那正是他们小组的秘密资料室 而此时的东珠 已经在这里看到了所有的资料 包括自己会杀死凶手的素描 当事贤找到这里 似乎一切已成定局 他想要阻止东珠前去复仇 因为那样的话 东珠也将成为杀人凶手 但复仇心切的东珠 明显不懂得怜香惜玉 在打晕了事贤后 根据素描上的线索 驾车前往凶手可能出现的地方 而此时的另一边道 正潜入了一处别墅 根据神秘人的指示 他要杀掉别墅的主人 因为在神秘人看到的未来中 这个作为韩国最大药企会长的老朴 会在不久后上市一种新药 而那个药会导致成百上千的儿童死去 作为同样可以看到未来的人 神秘人和涉嫌阻止悲剧发生的方法 明显不一样 他的办法简单粗暴 那就是把所有危险扼杀在摇篮中 所以才派出了道阵 当老朴走进别墅看到倒地的情人后 察觉不对的他扭头就往门外跑去 却被堵在门口的道阵逼退了回来 而他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妄想用实意来买自己的狗命 听完后的道阵并没有废话 准备直接送会长上路可突然 原来是冬珠找到了这 他让道阵卷起左手的袖子 可当道阵转过身后冬珠愣住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杀害自己未婚妻的人 是同样刚刚失去妻子的道阵 但此时的道阵却说道 能不能让自己先处理掉老朴 因为这关系到数百名儿童的性命 这句话让冬珠感到很可笑 你刚刚杀了我的未婚妻 现在却正义凛然的想做就是主 这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击 就在两人的对峙中 老朴趁机逃离了这里 冬珠和道阵两人打了起来 他们在打斗中摔了出去 冬珠拿着枪跪倒在地 而这一幕正好对应 事前素描出的画面 看着地上的红色颜亮 冬珠察觉出了不对 原来道阵并没有死 接着二人再次打了起来 虽然冬珠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警察 但作为兵王的道阵 实力明显更胜一筹 道阵把枪抢过来对准了冬珠 原来之前道阵接到神秘人的电话 他已经预测到冬珠会来 所以让道阵趁此机会干掉冬珠 因为冬珠日后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但看着眼前的冬珠 想起自己刚刚杀害了他的未婚妻 道阵始终无法下手 随后他卸掉枪里的子弹 告诉冬珠 如果下次再遇到 我就不会手下留情 另一边逃离这里的老普并没有报警 而是让属下调查出冬珠和道阵的资料 他准备用自己的办法 让两个武力之报表的男人自相残杀 但他不会知道 这两个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可以预知未来的人 这个长相酷似文松的男人 是韩国一个帮派的大佬 此时他正在探望的是自己内部争气的弟弟 因为入室准备对女人图谋不轨 遭遇反抗 就残忍地杀害了女人 探视完的文松刚走出大门 就被一名陌生男子拦住了去路 他告诉文松 自己帮他弟弟申请了精神鉴定 而这也是他唯一能救弟弟的途径 并且把押送车的时间和路线图 都交给了文松 而另一边的诗贤再次通过预言的能力 在图纸上素描出了押送车被解 拍到他死去的画面 而黑客 小吴也很快根据素描图上的线索 找到了事发地点 但他并不打算告诉诗贤 随后他假装出去买咖啡 想要给文科长打电话汇报 但此时的诗贤起了疑心 他打开放咖啡的柜子 看到满满一柜子的咖啡 他想明白了什么 随即起身走到小吴的电脑前 打开了那份资料 而此时另一边的罪犯四眼 已经坐上了押韵车 他可能知道今天会被救走 所以一路上都在唱歌 这引起了玉景的不满 他让四眼安静一点 哪知四眼只是推了推眼睛 接着变本加厉地唱了起来 而在他们的车后 几辆黑色的轿车已经尾随而至 车内的玉景看着挑衅自己的四眼 忍无可忍的他 一脚踹在了四眼的胸口之上 哪知上一秒还好好的四眼 下一秒竟然口吐白沫 浑身抽出了起来 惊慌失措的玉景赶紧叫停车辆 就在几人查看四眼的情况时 身后紧跟而来的车上 下来一群西装暴徒 他们手持电棒 很快控制了车上的几名玉景 而刚才还口吐白沫的四眼 现在竟然满脸笑意地唱起了歌 接着他们把几名玉景捆绑起来 正准备离开 就被赶来的失贤拦住了去路 他掏出配枪试图控制几人 但文松却抓来了一名玉景 用手里的毒药威胁失贤 看到玉景手上的窗壳贴 失贤想起了画册上 就有这个玉景死亡的画面 为了救下玉奖性命 失贤只好把枪扔在了地上 哪知文松捡起来对着他开了一枪 随后他们把失贤带到一处仓库 文松命令手下把失贤忙起来 但此时的四爷却自告奋勇 虽然几人知道四爷想干什么 但迫于他是老大的弟弟 几人扭头离开了这里 看着离开的几人 四爷也终于露出了本性 女人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却被一群普通人绑了起来 而其中的四爷还想对他图谋不轨 幸好文松赶来 才阻止了弟弟的荒唐行为 看着一天恨不得26小时 都想着龌龊时的弟弟 文松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而另一边的特殊专案组却炸了锅 因为被绑走的失贤 不光是一名警察那么简单 此时的他正对着文科长兴师问罪 虽然不是自己的错 文科长也只能默不作声地听着 随后他找到被关起来的东珠 请求他的帮忙 虽然自己并不想掺和进这个案子 但他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事先被害 可是现如今的他也是自身难保 因为他暴力执法 被警队的内查克抓了起来 而在背后操控这一切的 竟然是那个神秘人郡叔 原来他是内查克的科长 但现如今这边有施郡这个检察官 东珠很快被无罪释放 而郡叔看着比自己级别高的施郡 也只能打碎牙往杜里艳 当东珠看完施贤这次的素描后 他在上面发现了一个细节 一个扎着马尾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这个人之前他见过 随即他急忙起身离开 前往素描上的地点守株带兔 果真看到了那个马尾男文松 他急忙去追 但文松却走进了停车场 为了跟踪事故暴露行踪东珠 想到了用手机当定位器 随后他去买了一卷胶带 趁文松倒车的空隙自己撞了上去 趁机把手机粘到车尾部 文松却只以为是碰瓷的小混混 扔下一打钱后扬长而去 随后东珠打了一辆出租车 并用司机的手机联系到小吴 让他定位自己的手机 但此时另一边的侍贤却遇到了危机 因为文松的离开 四眼又按捺不住心中的小火苗 他偷偷来到关押侍贤的房间 家借给侍贤包扎伤口 趁机开始动手动脚 而侍贤趁他不备割断了绳子 随后一个锁猴把四眼锁晕了过去 这里的动静引起楼下几人的注意 当他们走进屋里 看着倒地的四眼 还有不见踪影的是贤 他们赶紧去追 但此时的是贤 竟然就藏在旁边的柜子里 而此时并不知情的文松 在给车加油时 不小心弄掉了油箱盖 当他弯腰去捡时 正好看到贴在车身上的手机 他明白自己被跟踪了 随后把手机扔在地上 驾车急忙离开 当他回到这里 知道事先逃走 也只能把怒火撒在小弟身上 随后得知 他们在听到动静后 就出去寻找 前后也就五分钟时间 但施贤就像凭空消失了一半 这让文松感到了蹊跷 施贤的腿已经受伤 肯定走不远 随后他转头 正好看到了旁边的柜子 羽然从衣柜中被人拖出 虽然他试图反抗 但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他便只有挨胆的份 随后更是被人套上了塑料袋 就在他要窒息而亡的时候 那个犹如就是主般的东珠 终于找到了这里 他撕开塑料袋看着 被折磨不成人样的狮贤 怒火瞬间遍布全身 而文松眼看自己的小弟不行 直接掏出了手枪 东珠看到后挟持了文松的弟弟 而文松也毫不示弱 直接拉起了狮贤 两人就这样僵持了起来 这时的狮贤突然想起 他预言出的素描图上 自己死亡的画面中 并不是现在的场景 随即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东珠也趁此机会 一脚踢晕了文松 而他的弟弟四眼 却趁机逃了出去 就在东珠去追的时候 四眼又高举双手退了回来 原来是道振赶到了这里 他终于可以替王妻报仇 随后不顾四眼的求饶 直接送他去了西北 道振的仇是报 但他杀害东珠未婚妻的仇 才刚刚开始 两人又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就在两人打得难解难分时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急迟而来 不等两人反应过来 一群手持气枪的黑衣人 从车上下来 对着两人就是一通乱舍 而道振也被击中肩膀 随后被黑衣人拖上了车 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竟然是那个要起的会长网宜 当初他从道振的手下死里逃生 他就开始在计划这一切 首先利用道振对四眼的仇恨 让手下找到四眼哥哥 利用重金让他找人劫持押运车 随后密切监视四眼的动静 这就有了道振被人绑走的一幕 可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 因为高端的猎人 往往会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高端的猎人 冬朱从文松的嘴里得知 绑走道振的人就是老普 他便独自一人来到老普的公司 询问道振的下落 虽然承认道振就在自己手里 但东猪想为妻子报仇的话 就需要帮自己拿来一份重要资料 而在这期间 老朴的手下想要给东猪下马威 却被东猪掰断了一根手指 回去后的东猪很纠结 要不要把这个信息共享给大家 因为一旦警队的人插手 他想手认仇人的想法就会破灭 而通过和文科长的聊天 他做了一个决定 接着他就给老苗打去电话 告诉他资料会送过去 而此时 那个手里握着资料的博士 全然不知 自己救命的药已经被人调包 回家的他也被东猪堵在屋里 通过友好协商 博士同意把资料交给东猪 可就在给资料的那一刻 他却突然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 后面挣扎了两秒后便没了声息 离开后的东猪 找到老朴把资料交给他 而他在喝了老朴递过来的一杯水后 老朴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他递给东猪一份资料 那上边赫然是博士死亡时的画面 而拍摄的角度 就好像是东猪杀死了博士 等东猪反应过来 一切已经晚了 他浑身无力地瘫软在了地上 而老朴也讲述了自己的计划 那就是东猪找到杀其仇人到镇 两人在一阵打斗后同归于尽 不得不说 这真是一个一时三秒之计 而此时另一边的士贤 找到博士家 刚刚已经死亡的博士 此时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东猪的计划 他在诗贤的素描上 认出了那是博士的药品 结合图纸上换药人的手指打着加板 这让他想起了白天的一幕 最后他断定都是老苗在背后捣鬼 所以他将计就计 联合博士演了一出苦肉计 而此时 他的身上赫然装着定位机 可千算万算 却被一个电话打乱了所有部局 老朴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而电话那头的人 赫然是同样拥有预知能力的郡叔 而他则把自己预知的信息 全部分享给了老苗 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 老苗拿出扫描器 给冬珠来了个大检查 果然找到了定位器 随后赶紧去打电话 让人把到镇 转移到一个叫陈平村的地方 此时另一边的诗贤和小屋 通过不断的对比 也终于找到了素描中 关押到镇的地方 可当他正在追踪定位器的哥哥 打去电话 却听闻他们现在所去的地方 和素描图上的地方截然相反 原来 老朴把定位器随手扔在了一辆车上 如果现在他们掉头去追的话 起码要两个小时 等不及的是先不顾小屋的阻拦 决定自己去 因为他到那里只需要半个小时 哪怕他明知道凶多吉少 画面一转 冬珠被带到了一个地下仓库 此时的道阵也被绑在椅子上 而冬珠在打量周围环境时 却看到了熟悉的画面 这里的场景 赫然和之前死亡的素描图一模一样 一个是特种兵的兵王 一个是有着十年经验的刑警 两人现在却成了阶下囚 而且控制他们的老票 准备把两人都杀了 然后伪造成两人同归 于静的场面 但此时道阵却一脸淡定 他说旁边柜子里有个惊喜 当手下真的在柜子里拿出一个包裹 老朴愣住 他是临时决定把两人带到这里的 道阵怎么会知道这里有个包裹 原来这一切都是郡书彧知道的 他让道阵提前把包裹放在了这里 当包裹被打开 那赫然是一枚定时炸弹 道阵解开绳子 一步步走向老朴 此时的老朴已经吓坏了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万无一失的计划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他捡起一把匕首试图反抗 却被道阵一肘砸晕了过去 就在道阵要下杀手时 被反应过来的东珠阻拦了下来 就在两人准备动手时 狮贤赶过来 他拿出配枪让两人都不要动 乃至这时的老婆醒了过来 他用匕首划伤了狮贤 被枪也掉在了地上 道阵则趁此机会逃离了这里 龙珠起身想要去追 却又看到了正在和老婆打斗的狮贤 纠结万分的他看了看狮贤 又看了眼道阵逃离的方向 最终还是向着道阵追了过去 而狮贤和老婆也是打得难解难分 最后还是作为警察的狮贤占据上风 把老嫖乐晕了过去 但自己也因为吸热了浓烟 瘫倒在了地上 就在他绝望之际门被人一脚踹开 原来是东珠折返了回来 就在刚刚他去追到阵势 却突然想起事前的预言素描 那上边事前死亡的场景正好就是这里 所以他就急忙赶回来 他搀扶起事前正准备离开 老嫖却又醒了过来 枪响过后老嫖却倒在了地上 原来是道阵返回来击杀 聊老嫖在用眼神警告过东珠后 他扭头离开了这里 而老婆死亡的姿势 赫然和素描上师贤的死法一模一样 素描出现了错误 这让师贤感觉到了迷茫 而东珠说了刚才那个包裹的事 道阵嘴里说过 有人知道他们会来这里 听王后的师贤推测道 阵的身后应该也有一个能预知未来的人 而且能力远在自己之上 这就能解释得通 自己的素描为何会被改变 但此事众人并不知道 那个对师贤关爱有加的哥哥 才是真正的幕后大王 女人又要在画册上杀人了 只因被他画下的人都活不过三天 但这并不是他愿意的 而这次出现在画册上的人 竟然是杀害他父母的仇人 为了保险起见 作为检察官的哥哥 决定跟随师贤参与这次活动 他们根据线索来到一个地方 突然一辆车撞了过来 等师贤醒过来 发现哥哥不见了 而此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电话那头的人赫然是郡叔 他让士贤拿来一本笔记 以此交换自己的哥哥 原来笔记里掌握着 道振身后神秘人的信息 他们约定在公园见面 但只能是士贤一个人 可在士贤偷拿笔记时 被冬朱撞个正着 无奈的他只能把一切告诉了冬朱 随后冬朱陪同士贤来到公园 很快道振便赶了过来 士贤把笔记交给道振 道振说他的哥哥被关在冷库 随后他们就分开了 士贤前往冷库 冬朱则跟踪道振 但作为兵王的道振 很快察觉到了跟踪他的冬朱 他给士贤打去电话说 关押你哥哥的 冷库虽然断电不至于冻死 但不流动的空气 也会导致他缺氧而死 让他联系冬朱不要再跟踪自己 等他离开之后 告诉他的哥哥在哪一届 士贤给冬朱联系 让他不要再跟冬道振 可面对自己的杀妻仇人 冬朱怎么会轻易地放过他 他们二人再次打了起来 而此时士贤想起 之前素描出的号码 那正是冷库门上的代码 他根据这个线索 终于找到了哥哥 另一边的东珠 也放倒了道振 眼看就要抓到杀其凶手 一辆车却向着他们撞来 原来是郡叔 赶来就道振回去后的郡叔 告诉他 自己并没有预言的能力 而是另有其人 很快那个人就来了 他竟然是士贤的哥哥 原来两人都有 预知未来的能力 士贤是通过素描预知未来 而他的哥哥 却是可以直接看到未来 士贤并不知道 哥哥的这个能力 还和他一起追踪据书 和道振的下落 这样的反转 让小编的表情包都惊了出来 随后 士郡给道振一个任务 让他去把检察院的部长杀掉 这天 部长在一个邮轮上参加活动 道振提前来到一处狙击点 随着目标进入狙击范围 正瞄准了那个部长 就在这危急时刻 事前出现扑倒了部长 随着一声枪响 刚才正和部长聊天的检察长 被一枪毙命 原来他才是这次的任务目标 当东珠找到狙击地点 早已人去悟空 随后 他便听到一声尖叫 他急忙赶了过去 却看到楼下一人已经坠亡 尸体旁边还有一把狙击枪 男人为了心中所谓的证 一开枪打死了最亲的人 如果不杀文科长 自己预言者的身份就会暴露 他也非常伤心 因为文科长不光是他的前辈 也是他的好友 文科长临死前给他说了一句话 他不只知道你的身份 随后便没了声息 原来士郡正在审问老崔 因为老崔是老爷子的人 而他通过预知未来 知道老爷子会让社会陷入动荡 所以为了心中的正义 他抓来了老崔 没想到文科长找到了这里 所以他只能含泪把文科长杀掉 在文科长的葬礼上 士郡找到东珠 因为文科长临死前说的踏步者 就像一座大山压在胸口 他询问东珠知不知道踏步者是谁 这个问题让东珠大吃一惊 因为踏步者只有他和文科长知道 文科长临死前说出那句话 就是在赌士郡会找人打听 于是东珠开始怀疑 士郡就是杀死文科长的凶手 随后通过他的调查 他确定士郡应该就是郡 书和道正身后的预言者 但他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 这天东珠和士贤找到了被绑的老崔 老崔把当时的真相告诉了两人 士郡就是杀害文科长的凶手 这让士贤一时无法接受 他没想到对自己疼爱有加的哥哥 会做出这种事 就在他们准备带老崔离开时 道正回来 东珠让士贤带领老崔先走 他来拦住道正 但道正并不想恋斩 他的任务是把老崔干掉 如果老崔联系上老爷子 那他们的计划就会付诸东流 在摆脱掉东珠后 道正开车一路狂追 但还是晚了一步 事先把老崔带回 警局无奈地道正只能给郡叔打电话 告诉他现在的情况 听完后的郡叔直接来到了警局门口 打电话叫来了自己的手下 因为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纳查克的科长 但是一个专门调查警察的部门 随后他告诉众人 他们要进去带走一个重要的犯人 等会发生的所有后果都由自己承担 随后他们气势汹汹地走了进去 却被赶回来的东珠挡了下来 虽说郡叔是个领导 但想把自己的嫌疑人带走 东珠自然是不愿意的 更何况他还知道郡叔是为了什么 两个部门的人就这样僵尸了起来 就在这时 事前拖着受伤的老崔走了出来 他们要先给老崔治疗枪伤 出来的老崔说要先打个电话 知道老崔在联系老爷子 郡叔直接掏出了手枪 一枪打死了老崔 随后对准自己的脑袋 郡叔就这样的自杀了 他已经被施菌完全地洗脑了 相信自己所做的是正义之事 所以哪怕牺牲自己 也无所谓 这是唯一部让小编看完 整整发呆了46分钟的剧 发呆的原因是在想 这部剧中的反派 到底又算不算真正的反派 而那些衣着光鲜 手握大权的高层 最后悲惨的结局 算不算自食气过呢 剧中让人印象深刻的道振 他又有什么错呢 自始至终 他都活在巨大的阴谋之中 包括自己怀孕的妻子被害 也都离不开施菌的身影 但不知情的他 之所以帮助施菌 也是在他失去活下去的信念后 遇到那个自称拥有预知能力 还能让他守认仇人的郡叔 并且还给予他活下去的理由 他就是把犯罪扼杀在摇篮中 让时间少一点像他这样的人 所以他上了这条船 并听从郡叔的安排 杀掉了东朱的未婚妻 而作为警察的东朱 在知晓道振就是杀害未婚妻的凶手后 他曾经也黑话地想过 找个机会直接干掉郑 哪怕拼上自己前程也无所谓 但文科长的一席话 让他醒悟了过来 身上穿着这身警服 就不能罔顾律法 所以有几次他都可以干掉道振 但都被他逃离了 包括自杀而亡的郡叔 他也是被施菌所绘画的蓝图所吸引 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正义 他想要帮助施菌 构建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 所以为了不让施菌暴露 哪怕牺牲掉自己 他也无所畏惧 再来说说本剧最大的暴死诗句 他只是拥有了预知能力 看了太多的死亡画面 所以小时候的他 也用这种能力救过一个想要自杀的人 但结果却是那个被救活的人 放火烧死了两百多名无辜的学生 所以从那以后他的思路就变了 那就是直接把危险扼杀在摇篮中 所以他物色了道振这样的兵王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他走偏了路 但他的初心却是为了正义而战 所以当最后面对道振赫时前的抓捕 没有机会反杀两人的他 在看到未来两年后 自己调查了十年之久的老爷子 被事贤和东珠逮捕的画面后 他才准备自我了结 而这个所谓的老爷子 就是让韩国差点迎来第二次金融风暴的黑手 所以说这部剧表面上是探案剧 骨子里反映的却是韩国的官官相对 让作为检察官且拥有预知能力的视觉 都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 在这边一条小刀 也有一个很大的大刀 这些小刀 是一条小刀